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有人喜欢,也有人讨厌,毕竟不是人民币,不可能人人都喜欢自己,但是我们也应该尽力做到,让尽可能多的人都喜欢自己,当遇到讨厌自己的人时,我们也应该想想,到底是什么原因,有则改正,无则避免,时常反省自己,改善自己,从而让更多的人越来越喜欢自己,但总是难以避免遇上一些没办法喜欢自己的人,甚至会遇上一些讨厌自己的人。 而且那些讨厌自己的人,往往不会表现出来,很会隐藏这一点,据心理学家反馈,如果你身边的人有这几种表现,注意了,他已经在私底下看不起你,讨厌你,一定要及时发现,早点提防,传承国学精华,启迪智慧人生,欢迎订阅国学天地。 第一种表现,微表情是揭示一个人内心真实情感的重要线索,微表情是人们在瞬间流露出的情感反应,这些反应通常不受意识的控制,因此很难掩饰,当某个人再见到你时,他的表情突然发生变化,特别是从愉快的情绪变为不愉快的情绪。 这往往意味着,他对你的出现,或你的某些行为感到不满或不喜欢。 以一个生活故事为例,假设你有一个朋友,在聚会中看到你后,他的脸色突然变得阴沉,并且开始找各种借口远离你,后来,你发现他在其他朋友面前抱怨你的一些行为,说你让他感到不舒服。 这时,你可能会回想起在聚会上他的微表情变化,意识到他对你的不满已经存在,而他的微表情变化只是暗示了他的负面情绪。 如果喜欢这个频道,记得要订阅他,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内容了,接着往下看吧。 在影视剧中,这种现象经常被展现出来,例如,在《权力的游戏》中。 小恶魔体量,兰尼斯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尽管他经常表现出玩世不恭的笑容,但他的微表情却透露出他对周围人物和事件的不满和怀疑。 当他的姐姐山沙对他不屑一顾时,他的微表情变化明显表现出他对这种态度的不满和愤怒。 总之,微表情是揭示一个人内心真实情感的重要线索,通过观察微表情的变化,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情感状态和对我们的态度。 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与他人相处,还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第二种表现,可以保持距离的行为,实际上是内心对对方的排斥和不满的表现。 当一个人讨厌另一个人时,他可能会觉得与对方保持一定距离,可以减轻自己的不适感。 这种行为在生活和影视剧中都有所体现。 以一个生活故事为例,假设你有一个同事,以前你们关系很好,但最近他开始刻意与你保持距离,当你走近他时,他会不自然地退后一步,或者找借口离开,你可能会感到困惑和受伤,但他的行为实际上是反映了他对你的不满和排斥。 他可能觉得与你相处不再愉快,或者对你的某些行为感到不满,因此选择保持距离。 在影视剧中,这种刻意保持距离的行为也有所体现,例如,在《恋爱先生》中,张明阳和罗岳是两个互相讨厌的人。 他们在相处时,总是刻意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罗岳走进张明阳时,他会不自然地退后一步,或者故意找借口离开。 这些行为都表明了他对罗岳的不满和排斥。 总之,刻意保持距离是讨厌一个人时的一种常见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内心对对方的排斥和不满的表现。 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时,应该理解对方的感受,并尝试找出问题所在,以改善彼此的关系。 第三种表现,在人际交往中,每个人都希望与他人和睦相处,增加快乐的体验。 然而,如果一个人在你面前表现出烦躁,怨声载道等负面情绪,那么这种情绪就会传染给你,使你的心情变得糟糕。 成年人都知道,负能量是会传染的。 如果某个人在你做一些事情时,故意给你传染一些负能量,比如,在你开会时发表意见,引起某位同事反感,两人发生激烈争吵后。 这个人还在你面前,说你们之间的一些事情,表面上看似在附和你,实际上是在激化你与那位同事的矛盾,想借别人的嘴来挑起事情。 这种行为是非常危险的,证明他真的不喜欢你,想要通过别人来把你干掉。 因此,对于这种人一定要提早提防,不要中了他的圈套。 在生活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 比如,有一个同事在工作中经常抱怨自己的工作量大,任务重,同时也会散布一些关于其他同事的负面言论。 当其他同事因为听到这些言论而产生不满和抵触情绪时, 这位同事就会故意表现出自己很忙,没有时间处理其他事情的样子,从而让其他同事感到内疚和不安。 这种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会破坏团队之间的信任和合作精神。 总之,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传播负能量和负面情绪,尤其是在职场和社交场合中。 如果有人故意向你传播负面情绪和挑拨离间,一定要提早提防并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 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会识别并远离那些可能会对我们造成负面影响的人。 第四种表现,对你的态度很敷衍。 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这种敷衍的态度通常表现为对你的话不感兴趣,或者对你的问题不屑一顾。 它可能会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或者用一些简单的词句来回答你,而不是用心去听你说话,或者对你的问题做出深入的思考和回应。 这种敷衍的态度可能会让你感到很不舒服,甚至会让你感到有些受伤。 但是,这种行为并不是因为对方没有时间,而是因为他对你没有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在情侣之间,这种敷衍的态度可能会更加明显。 如果一个人爱你,他会时刻关注你的生活和情感状态,无论多忙都会抽时间跟你联系。 相反,如果一个人不爱你,他可能会借口自己很忙,或者对你的情感需求漠不关心。 在影视剧中,这种敷衍的态度也有很多体现, 例如,在《北京遇上西雅图》中,男主角Frank对待女主角文佳佳的感情就是一种敷衍的态度。 他并不真正关心文佳佳的情感需求,而是只顾自己的面子和利益。 相反,男主角William对待女主角文佳佳的感情则是真诚的。 他时刻关注他的生活和情感状态,尽力满足他的需求。 总之,当一个人对你表现出敷衍的态度时, 我们应该意识到他对我们的感情并不是真诚的。 我们需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被这种态度所伤害。 同时,我们也需要学会与那些真正关心我们的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虽然我们无法让每个人都喜欢自己, 但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细微的表现来发现那些讨厌自己的人。 与此同时,我们要反思自己,不断改善自己, 以成为更多人喜欢的人,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与那些真诚关心我们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让正能量与爱心化解那些对我们不满的情绪, 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和协和美好。 人生在世,对待那些讨厌自己的人, 我们不应怀有敌意或愤怒, 而是要冷静客观地面对。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价值观, 无法让每个人都喜欢自己是正常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被那些讨厌自己的人左右 或影响到自己的情绪和行为。 我们应该坚信自己的内在价值和自信, 不论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如何。 我们都应该看重自己的实际能力和努力付出, 我们要明白, 自己的价值不是建立在他人眼光和喜好上的, 只要我们按照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去生活, 努力做好自己, 就足以让讨厌自己的人无法动摇我们的内心。 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 当我们发现某些人对自己的态度不友好或讨厌时, 我们不应主动寻求他们的认可或改变自己去取悦他们。 相反, 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智, 不与其产生冲突或纠纷, 与其将精力花费在与讨厌自己的人相处上。 不如将精力投入到与那些真正关心和支持自己的人建立更好的关系上。 所以当遇上这几种人时, 一定要敢于面对现实, 及时辨别出身边哪些人是真正的喜欢你, 哪些人是讨厌你, 自己平时多反省自己的言行举止, 虽然做不到人人都喜欢自己, 但一定要做到让大多数人都喜欢自己, 这也是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的有效途径, 你说对吗?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 如果有什么建议, 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